墨西哥总统洛佩斯·奥夫拉多尔12月15日祝贺拜登当选总统 这也是奥夫拉多尔在大选之后首次祝贺拜登 奥夫拉多尔12月15日表示 他已于14日晚致函祝贺拜登当选 他还在信中警告拜登政府避免卷入墨西哥的内政 例如毒品腐败问题 与总统特朗普有着友好关系的奥夫拉多尔指出 墨西哥将继续为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起到缓冲代的作用 他表示 我相信这样一来没有人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出生地 他们将能够生活 工作 与家人和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开心地相处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为来自和经过墨西哥前往美国的移民潮 创造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奥夫拉多尔表示 他第一次见到拜登大约是9年前 当时拜登是副总统 他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与拜登交谈 在此前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祝贺拜登获胜的时候 奥夫拉多尔表示 他将等待选举人团程序结束之后再表态 选举人团周一投票正式选举拜登为总统之后 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共和党人开始接受拜登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其他几位共和党资深参议员 都承认拜登胜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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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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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赑 订阅 订阅 去明天最广路 应该时间了 再震 订阅时